第一单元 时间的测量 古人的计时工具 在古代 百中还没有发明前 人们会利用大自然有规律性变化的事物来计时 例如 看大地景色的变化 直到春 夏 秋 冬 四季的来临 除了利用大自然景色 知道季节的来临外 古人还会利用什么方式来计时呢? 看古代电视剧时 常会听到一炷香这个名词 它代表多长的时间呢? 我们来试验看看 测量燃烧一炷香所需的时间 要准备的材料有 马表 打火机 粉笔 长尺和线香 要燃烧完一炷香 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 我们可以先测量一炷香的总长度 为28.3公分 然后 在靠近线香可以燃烧的那一端 用粉笔 化剂一公分的长度 接着点燃线香 点燃线香时 要请师长协助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道具 如胶泥 让线香直立较好测量 当线香燃烧到一公分的其实点时 开始计时 燃烧到一公分的结束点时 结束计时 知道燃烧一公分线香所需的时间 就可以算出燃烧一炷香所需的时间了 例如 燃烧一公分线香所需时间 四舍五入后 约为一分钟四十二秒 则燃烧完28.3公分的一炷香 约需要四十八分钟 用相同的方法多做几次 并和同学比较看看 测量的结果是不是差不多呢 除了现香以外 古人也会利用沙漏来计时 用沙漏计时时 要将沙漏倒置 并同时开始计时 在沙漏完全漏光时 结束计时 就是沙子漏光一次所需的时间 多做几次看看 结果是不是都差不多呢 暂时erem 节目